可是更厲害的事情是 更厲害 我們都知道他們現在 很愛丟汽油彈 他們國軍竟然出現 汽油彈指南 我昨天在推特上面看到這一張 你知道有好多推友啊 都把這一張圖存下來說 存餐以後搞不好可以用到 而且不要小看說 一般人啊 丟汽油彈的威力 二戰的時候 汽油彈其實發揮了 非常大的這個功用 好 那怕你這個汽油彈 你不知道拿了之後 你要怎麼丟啊 烏克蘭就交給大家囉 他就用一個圖 汽油彈丟這邊丟這邊丟這邊 然後告訴你說 這個坦克車的哪個位置呢 是除油槽啦 然後哪一個位置 你打了它之後 你丟它這個地方 它就會沒有辦法運作啦 我補充一下 它其實是很專業的 坦克車丟頭 一般的卡車丟引擎蓋 它是很專業的 超厲害的耶 而且它用圖示 你光看圖就可以知道 儘管你就算不懂烏克蘭文 不懂俄文沒有關係 用圖示 就算你是外國人 你拿到了這個汽油彈 你也會知道 這什麼車 然後我應該要攻擊它 哪個地方 就讓它沒有辦法行駛 我覺得超讚的 現在整個烏克蘭 全國上下 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來保衛這個國家 包括我昨天看到的 烏克蘭的老農夫 開著自己的拖拉機 拖拉機 拖走了俄羅斯的戰車 然後結果拖走了戰車之後 還看到一個俄國兵在後面跑 跑步 等我 等我 天啊 那個畫面真的是超爆笑的 可是你真的不得不佩服 這個烏克蘭人民 他們全國都用了一個堅韌的意志 在抵抗這個入侵者 而同時我們台灣的國民黨說 哎呀 入侵者不是我們這樣子 可以隨便定義的 我比較納悶的是說 當國民黨親中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親中親到愛屋及烏 跑去親俄這件事情 讓人沒有辦法理解 然後呢 還質疑說這個 我說他們還在聯俄隆共的時期 聯俄隆共的時期 對 我就不知道 這個邏輯 正宗蔣中正的傳人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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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古了吧 就是已經是現代了 你可以不要那麼復古嗎 然後還質疑說 這些制裁會造成更多的不安 我告訴你制裁有沒有用 我在推特上面看到一個 就是俄羅斯情報戰 然後呢 就PO了一個說 今天有人問我 一盧布現在價值多少 我回答他 半個盧布 半個盧布 已經疊掉一半了 你說這笑話戰不戰 這個戰 這個戰 余將軍你要補充 你說丟這個真的有用是不是 我跟大家講 來來來來 其實這個真的是夠專業 我覺得 尤其是戰甲炮車 你想說 它這麼大 很多看到戰甲炮車 亂丟一頭 不很害怕 對不對 就好像那個周星馳 打那個火運學生一樣 你有沒有怎麼樣 丟一下就跑走 那不能亂丟 你這個丟 第一個 地點要對 如果你在空曠地區 你絕對接近不了戰車的 因為它有機槍 它會少射 它要進入到巷帳 我從二樓丟三樓丟 它進入城鎮站的時候 你只要在二樓三樓 自由落體丟下來 你要丟哪裡 丟引擎 要丟引擎 因為你這個人的這些砲塔 它平常會關起來 你丟不進去 可是如果你可以丟進去更好 它裡面的就跑出來了 那沒有辦法就丟引擎 你看 它這個車就丟前面引擎在 然後這頭跟尾這邊 對 假車的引擎在頭跟尾 然後它這還沒有戰車 現在是假車 你看頭跟尾 另外我跟大家講一個 你拿這個啤酒瓶 要去攻擊俄羅斯的士兵 它如果去打你 它還違反戰爭法 因為它沒有拿致命性武器 因為這不是武器 我喝啤酒不行嗎 對不對 對 這就是武器就是要藏在 平凡之中 就算被抓了 它也不能夠辦你 這就是厲害之處 難怪石神要用 折凳來當武器啊